两韩会谈告一段落 双方领袖签署共同宣言 宣称要为正式终结韩战共同努力 今年之内要把韩战协议由停火改成停战 重启离散家庭团聚活动 并同意把DMZ非军事区成为真正的和平区 韩国总统文在寅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在当地时间下午5点40分签署反门电宣言 其中共有三大协议 分别是第一点强调南北韩战争将改善与持续发展 不应该发生战争 必须展望和平的新世代 创造共同繁荣统一自主的未来 此外还会举办离散家属的团聚活动 增进多方合作跟交流 第二点则是共同努力缓解两韩尖锐的军事危险 除了减少敌对行为之外 从今年5月1号开始 两韩边界的扩英机广播都会完全废除 并举行军方高级会谈 第三点建立永久和平机制 因为南北韩必须要有兼顾和平的体制 这是无法继续拖延的问题 另外文在寅也预计在今年秋天访问平壤 最新的两韩峰会报导 敬请锁定新闻时事报